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首点Trader 今天我们聊一下乌克兰的局势 那么2024年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 地缘政治面临非常 重大的威胁 应该说 以美国为主的 世界秩序 全世界秩序 在这几年 会遭受到巨大的挑战 那 这个是一个事实 有些人会去说 可能二极管说 你是不是对这个 自由民主 对美国 有所想法或者是 什么样 你在哪一边 我觉得做任何的 分析跟评论 都需要去平衡 事实 意愿 还有这个情况 那战争 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博弈 经典的博弈 它是时刻都不断在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早期俄罗斯 它对俄罗斯 它对俄罗斯发动这场 就是战争 还有单方面这种背景 气异的这种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被国际 这个社会断绝了 这个贸易经济的支持 包括在Swift 层面进行一些制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伊朗跟中国方面 的一个持续资源下 还有包括一些 极端主持的视频 俄罗斯的经济 通过回复基本位 现在还没有 应该是说陷入崩塌 那这点 其实也出乎 我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很多主流媒体的意料之外 就没有人想到 俄罗斯能够撑那么久 那后续也是 是Vladimir Putin 普丁征召更多的兵员 把这些俄罗斯的大头兵 不积极数的大头兵 都远纷纷地 派上战场 那乌克兰等于是 面对一个巨大的威胁 那在这个过程中 乌克兰军可以说是 打的应该算是 有胜有色 那起码在一个 前进的一个非常强的强权面前 他没有屈服 仍然在这一个 战局的方面 获得了一定的战绩 但同样 我们也不能够 轻视俄罗斯方面的 一些禁军 因为他现在有 来自中国的经济资源 中国大量的买入原油 通过中国的金融系统 进行货币结算 然后更进一步的去 就是在经贸的部分 增强互动跟援助 那事实上呢 撑住了俄罗斯的经济 那么防止俄罗斯的经济 进入进一步的崩跌 因为俄罗斯的作战经费 跟财政的收入 基本上都是从 大量的购买原油 中国大量的购买原油 还有一些原物料 战略物资 然后通过人民币结算 然后来撑起来的 那所以 这个对于西方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 重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呢 应该是说 全球的这个 白走当道 没有人 在现在的政府体制下 没有人愿意去 在本土的 这个领地作战 在同时呢 因为民主制度的情况 那个总统如果说 随随便便去派出军队 或者甚至是派出北约 去协助乌克兰 那这个情况 虽然会对俄罗斯 造成一些威慑 但对于总统来说呢 如果说 短期内 没有办法获得 决定性的战机 那你意味着 他非常有可能 会因为各种政治的因素下台 所以 为什么拜登经过计算之后 没有选择 直接通过 出兵 帮助乌克兰 那再来是因为这个 北约 一直没有接受乌克兰 一个其中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 也在于 想要 在这个 多多少少有一些 两边压住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不想背上一个 主动挑起战争的 这个 国际的道义官 的一个问题 所以 也没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所以也没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当然对乌克兰方面来说 是失去了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 一个威慑的一个力量 这也是我认为 现阶段 这个 拜登在俄乌战争中 他没有做好的一个部分 他并没有向俄罗斯和中国 去发布一些非常强有力的这个 一个信号 去所谓 所谓 相关的这个 这个 这个 demographic value 去坚持自己的一些主张 那 所以导致现在这个情况 也就是美国 以及西方 不断的通过援助军火 来尝试不断的去援助乌克兰 用乌克兰来消解 俄罗斯的这个侵犯之力 那当然死的是乌克兰人 死的不是西方人 死的 也不是美国人 那当然 从道业上来讲 的确 这场战争 不一定是西方人的战争 跟他们一关 但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 大量的军事援助 到现在呢 甚至有一些熄火的迹象 因为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U.S. Senator 这个Congress 可能在 持续 是否持续援助 乌克兰的这个 16 billion dollar 这个 600亿美金的这个 援助方案 是否通过 仍然抱持着一个 一个动摇的一个状况 那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比较可怕的 可能性 就是如果 美国的 国会 拒绝了这个 这个package 那 也因为这是说 这个 美国的国会打脸总统 那也就是说 后续的 军事援助 将被一个 冻结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 对于 整个 亚欧的这个局势来说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现在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去 去作战 去打这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那 现在的情况下 乌克兰 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战果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但 现在这个情况呢 乌克兰如果拿不到 持续的军事援助 或者去持续的资金 那 乌克兰将会立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这也会给朝鲜还有伊朗 还有甚至这个 以色列 还有包括台湾 都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信号 因为这几个地区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 地缘政治潜在冲突的一个爆发点 尤其在最近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 在整个演讲中 实际上是把南韩跟北韩 已经做了一个敌对化处理 这个敌对化处理就意味着过去 从无论是北韩还是南韩的宪法 都将北韩跟南韩视为是一个民族 然后 他打了一个大旗 就是说要做一个南北韩的统一 但在金正恩 现在最近的一个讲话中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 这个不同的信号 就是金正恩把这个矛盾 敌我的矛盾 标记为是一个什么 一个敌对国 也就是说把南韩当成敌对国 而并非一个火族 那这个我想呢 多少是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启发 因为 其实乌克兰人呢 跟俄罗斯人呢 虽然说有一些不同 但是大体的一个来源 体源呢 我们不能说他是同族人 但最起码是说兄弟手足 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那 这是一个手足相残的一个悲剧 当然呢 也有 我认识一个很多的 Russian 他并不是非常支持 普京去进行这样的战争 但 没有办法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没有办法表达出你的想法跟意见 所以 他们 这个 基本上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呢 就是非常的血性 所以可能金正恩 这个等于看到了 诶 你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战争形态下 如果你打着一个同一的旗号 或者是 你打着一个是同族的旗号 有可能到最后呢 这个 有非常多的人呢 会 因为毕竟到最后是手足相残 反而是激化了这种 就是 矛盾 可能打着打着就发现 哎 两兄弟发现 为什么 我们不把老板干掉 对吧 我们 为什么要打成这样呢 对吧 他为什么在那边 出出出吹空调呢 那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是 被金正恩关注的 他开始去思考 潜在的 如果 持续以 一个 统一的民族的一个民意 去 武力 侵犯 南韩 将会导致 对他的政权 形成一个非常 巨大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信号中 往往我认为 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 就 这表明了 这个 朝鲜战争 爆发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是显著的提升 也是说巨大的提升 可能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打不起来 但现在看上去 他 在他解决了这个敌对狗的问题之后 我可以认为 在某一个战略奇迹点 举例来说 这个 假设 乌克兰这件事情上 美国并没有办法去押注俄斯 那 朝鲜半岛这边 就会越发的挑衅 因为就会更加大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胡塞武装 还有包括这个 哈马斯 还有这些的 这些极端的这种 宗教力量 反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力量 都会崛起 这跟 等于是跟这个 乌克兰战争 形成一个 犄角之势 做一个合围 那这个时候 台海呢 也会有一个 相应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 呃 现在2024年 它的 应该说这个 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无比的巨大 无比的巨大 所以 我们需要非常谨慎 非常谨慎 尤其在 今年的年底 就是2024年的年底 到2025年的年底 应该会有非常多的 历史未见的一些 重大事件的爆发 这些事件将会 推动国际的政治跟经济秩序 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做这个 交易跟投资的群球 视野都是要去看的 包括政治军事呢 都是需要去稍微去做一些 理解跟研究的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 我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上 是 战略上 要去重视 战术上呢 要去做准备 你不能抱持着一种想法 就是 这个 What if 就是 美国如果能够押住 乌克兰 就这么想 当然的这些事情 就结束了 那有可能 美国在 如果说在今年 11月 中共大选上选之后 如果特朗普上来 可能 republic 共和党 多多少少去卡一些预算 或者是说 俄乌战争开始生变 那 接下来 Trump 我并不是说 Trump一定会去 去跟这个 去跟这个 普丁对抗 或者不会直接对抗 而是 你作为一个 敌对党 然后 一个republic 通过这种方式去 去挡掉这样的一个预算 其实对 我认为对美国的 这个 总体的一个 战略规划 都是有相当大的威胁 因为 我们去讲 这个 美国的 这个 秩序 它最核心的 就在于 它对于 盟约国以及 全球的这个 贸易秩序的一个维护 也就是它对于这个 价值观的推崇 就是你今天 接入到这个 全球化体系 你需要认同 自由 你需要去认同法制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能够做 free trade 我们能够有 prosperity 那 我们在这一套 规则下面 那即便这不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标准 没错 这会有 财富差距 这会有 美元起 就是 跨国公司 所带来的垄断性的一些效益 它是一个不完美的 充满残缺的一个制度 但是呢 它仍然呢 会比一个 宗教极端主义 或者甚至一个封闭的 朝鲜式的这样的社会 来的 进步的多 我应该这样讲 通过自由市场的力量 去做配置 而不是把 就是老百姓全部管起来 把他们当成是这个 伸出个心裁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 在这样子的一个 威慑下 这个全球化的秩序 才可以去引行 但 如果 在 这两年 这样的秩序 受到了挑战 甚至受到了影响 跟颠覆 我们会 越来越多的 看到 地区性 而非国际性的 一个金融秩序的建立 我们会看到 可能看到 人民币 逐渐跟美元 开始分提抗力 其实现在 已经有这样的迹象 可以看到 即便 俄罗斯 中国或者是伊朗 还有 中国的一些盟友 并非 都是像中国一样 这么强的 经济实力 但是 无疑 接入人民币结算 的这样的 独立于swift 金融体系 结算体系之外的 参与国是越来越多 这也对 美元主导 国际秩序 带来的一些威胁 那今天 我就不去深入去讲 这个 国际的这些 美元流动 或者是说 结算 但是我们从 军事跟政治的意义来讲 全球的盟友 其实现在都在 等着 尤其是在乌克兰陷入一个疲乏状态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做 尤其是 11月 进粉之后 Donald Trump 会怎么做 应该说 所以今年呢 是有很多 我们需要关注 很多的 这个地缘政治 它非常 高的可能性 会爆发 如果你没有 在心态上做好准备 比如在战略上 这个战略上 去提高 去接受 这样的可能性 或者是在 战略层面 去做好详细的准备 那你很可能呢 就会在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哎 投资 蒙收损失 甚至呢 就可能 如果你 你 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 那你可能会 人身安全 也会 得不到一些保障 因为毕竟在一个 混乱的一个情况下 我认为一个人 需要去懂得怎么样去 顺应时事 怎么样去做好万权不备 就是 就是 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 我觉得这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和大家 分享一下 我对于2024年的一些 地缘政治黑天鹅 以及 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那 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案例子里面 两党恶动 的的确确是 一个 民主制度 一个潜在的 巨大的缺险 因为 共和党 跟民主党之间的恶动 我们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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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就是 为了 为了 钢而钢 或者是 为了逼迫你 就是说 为了要给你贴麻烦 而贴麻烦 就即便是我 我 我这个 这个政策 我 post你 我反对你的政策 我其实可以 但如果 我反对你的政策 是通过一个 无理的塞入另外一个政策 或者是卡关你的话 那 好的经济政策 任何的经济政策 都有好有坏 那好的经济政策 如何延续下去 那如果好的经济政策 无法延续下去 那 那这个锅是执政党来背 还是反对党来背 所以 美国的两党恶斗 真的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 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情上 还有包括在这个 这个撤军的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极大的 就是颠覆了 或者是弱化了 全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 跟信赖 所以 这样子是 我相信是 前人没有所看到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 但我们 密切的去关注 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 发生什么样的发展 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点赞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